正当聂怀桑进退两难的时候 一个声音像刀子切豆腐一样的 劈进他与蓝忘姬之间 聂怀桑 你还处在这里作甚 咱们还要蓝忘姬 江城的声音由远而近 直到看清了站在聂怀桑面前的人才收声 连江城都在宫里 蓝忘姬内心的紧张 简直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左将军 魏英何在 蓝忘姬不是问他 有没有看见魏无羡 而是真接问他人在哪 摆明了就是认定他知情 江城往后看了一眼如是重负 却又心惊胆战的聂怀桑 想来是还没告诉蓝忘姬事情的原委 你在这也好 这样我也不必再去静视寻你 江城说完 从怀中掏出一封信 信封上蓝湛亲戚的四个字 正是魏无羡潇洒不羁的笔迹 蓝湛 抱歉了 若是你看到这封信 那便表示我的计划已经顺利进行一半了 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 若你是先知晓 肯定不会同意我干这事的 但是不入虎学焉得胡子 更何况这些事情 本就是咱们这些做臣子的分内之事 放心 我的计划一定会成功 之后还得请你挤你的兄长 务必要配合江城后续的计划 不必担心我 等所有事情结束 我一定会还你一个毫发无伤的魏无羡 等我 悟念 读完信后 蓝忘机完全止不住手中的颤抖 一旁的江城都能轻易地看出信纸的边缘 早已被蓝忘机的冷汗尽尸 逐渐地被蓝忘机给捏碎 魏英他 究竟做了什么 江城明白 他此时的内心肯定不好受 毕竟一直被人蒙在鼓里 如今 计划已经实行了一半 也都照着魏无羡所料想的进行 他也能把所有事情告诉他了 我可以先告诉你 魏无羡如今没事 但是后续的发展 攸关他的性命 需要你还有你的兄长配合 先回一趟静视妈的 还是要去静视一趟 江城边走边嘀咕 也没等蓝忘机反应 就自顾自地往静视的方向前去 蓝忘机目空一切地看着江城 似乎也只能跟在他的身后一道走 或许是魏无羡信中的自信 也或许是江城话中的态度 让蓝忘机有了一丝相信魏无羡没事的勇气 西城门离静视不远 他们三人很快地就回到外了静视 在殿门外 碰上了晋军统领 左将军 江城朝他点了头 掏出魏无羡事先给他的手遇 皇上有旨 即刻起封锁所有城门 加强攻防 除了明日上朝可放人通行 其余人等不得进出皇宫 另外 去北城门通知左右副将 请他们依照计划行事 是 属下遵命 目送进军统领离去之后 蓝忘机带着江城及聂怀桑 进到静视的正殿 里头如今只剩下蓝锡尘一人 兄长 叔父呢 我看宫里状况不对 便请叔父先去休息了 蓝锡尘眼角描到 站在后方的聂怀桑 怀桑公公 咱们又见面了 是 是啊 真是有缘啊 聂怀桑哈哈两句 便心虚地躲到江城的背后 莫名被当成挡箭牌的江城 不明所以地 与蓝锡尘对上了眼 方才听蓝忘机称他为兄长 想必此人便是明日要登基的皇帝了 一身的王者风范浑然天成 又没有盛气凌人的气息 眉眼之间透着一股尊贵的气息 与蓝忘机还真的有气氛相似 发现蓝人对于他口中说的公理状况 不对没有丝毫反应 那就代表确实是有事情发生了 还是蓝锡尘先开了口 想必这位应该是左将军了 事不宜迟 还请您说明目前的状况 江城收回打量新皇帝的眼神 朝着大厅内唯一的一张桌子 摆了一个请的动作 待众人落座之后 江城才语不惊人 死不休地开口 那微臣便捡重点说了 魏无羡被温巢抓走了 在场的人除了聂怀桑 另外两人皆被江城简单又粗暴的言语给击中 顿时说不出半个字来 尤其是蓝忘机 他看完信后 以至为无限瞒着他 做了一件冒险的事 却没想 居然是这件事 蓝锡尘见江城 并没有显露过分担忧的表情 想来应该是对这件事心里有数 而蓝忘机 应该是不知情的 这是计划中的事 江城脑中忽然浮现魏无羡烦恼蓝忘机担心他的表情 他瞅了蓝忘机一眼 是 可蓝忘机的表情实在令他太满意了 哪有像魏无羡说的那么夸张 在他看来 蓝忘机的五官可没多大变化 为何要逼温巢动手 蓝忘机问 之前在魏无羡那里问不到答案 如今在江城这里应该可以知道缘由 不逼他先动手 当年的事情就无法拉开序幕 更没办法把叛变与温氏扯上关系 那只 使没办法把放变与温民扯上大戏 那人 钱大费周章的尽力不上舒服 就没意义了 江城看着蓝忘机 这是魏无羡的意思 他夜长梦多 可能确保他的安全 蓝溪沉又问 他看见自家弟弟放在膝上的手 拳头已经握得不能再更紧了 只要时机掌握得当 他的安全无余 至少今日能肯定他是安全的 江城与带保留 因为确实没有时程的把握 听见魏无羡还是有危险 蓝忘机皱着眉头看过去 此为何意 温朝想顺理成章地夺位 杀了皇帝绝非明智之举 皇帝的身份便是魏无羡的保命符 但明日早朝后 皇位一主 他的保护不在 到时候才是真正动手的时机 也是整个计划中 最为冒险的地方 江城将魏无羡的想法缓缓到处 当他的视线扫到蓝忘机脸上时 居然看见那张平常镜的像一滩死水的脸 有种从底层掀起风浪的感觉 胡闹 蓝忘机难得地显露真实的情绪 蓝忘机这一怒 果然惊呆了江城及聂怀桑 不是被他的愤怒吓到 而是他们从没见过蓝忘机 有如此大的情绪波动 忘机 先别太过担心了 既然是预料中的事 那就代表他心里定有主意 况且 他分析的确实没错 温潮想要无后顾之忧的上位 的确需要他的配合 他如此聪慧机灵 会想办法证明自己的价值 不会让自己身陷险境的 蓝锡尘说了一堆安抚蓝忘机的话 终于把他的担忧稍微劝退几分 江城终于能理解 魏无羡为何会如此担忧蓝忘机的反应了 原来反差这么大 可 其实你真的不必担心他的处境 因为他并非是一个人 此话一出 连聂怀桑都惊讶了 蓝锡尘也没想到这里会有反转 温潮还抓了何人 吏不上书府地牢 魏无羡嘴里叼着一根稻草 翘着二郎腿 百无聊赖地等着即将与他见面的人 蓝锡尘入了宫 温情姐弟俩出了宫 鹅娘称病毕宫谢客 江城主外 灭怀桑主内 蓝湛想起蓝忘机 魏无羡生起了一股心虚 蓝湛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爱 希望他不要太过生气了才好 回去之后得想个法子哄哄他才行 味道